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 我是老潘 我们先来看一下 继续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周线上往下的趋势还在继续 只不过现在暂时回到支撑位 所以估计要在这震荡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美股跟加密货币市场也有可能是一个震荡的态势 一直到美元指数要不往上涨一波 要不往下掉一下 很有可能会先往上涨一些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它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道琼斯现在是去到了之前这个下行压力线的上方 现在也是碰到了压力位 S&P500也是一样 S&P500是碰到了之前的这边的这个压力位 之前这个收线的地方 所以现在在这震荡一下 它的ISI已经突破了这个周线上的下行压力线 所以估计要在这震荡一段时间 然后还会继续往上走 可能性非常的大 还有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我看一下什么地方 纳斯达克是之前是冲上了200周均线 我们看一下现在好像又回到了200周均线的下方 它如果能够过一段在这挣扎一段时间以后继续往上走的话呢 估计会对于这个大型科技股比较有利 现在它还还在200周均线的下方 也就是说200周均线现在仍然扮演着一个压力位的角色 如果它能够冲到200周均线的上方 然后回来回踩200周均线 然后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200周均线就会成为它的一个支撑线 现在仍然是一个压力线 所以大型科技股估计想一下子暴涨 还没那么容易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比特币呢 现在仍然是呈现出一个日线上的熊旗 日线上的熊旗并没有改变 一个旗杆 这个是一个旗杆 然后这是一个旗 这个旗现在如果下破 那就会对加密货币市场有比较大的破坏 有可能会掉到这条下行支撑线的下方 这个下行支撑线 现在是处在15100 如果比特币下破熊旗的话 就很有可能直接一下子掉到14000 短期内来讲可能还没那么快 除非是出再出现什么比较大的这个坏消息 类似ftx这种 如果ftx破产的事情波及到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交易所 或者说一些比较大的机构 再出现什么巨大的爆雷什么的 就很有可能砸下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 比特币这一次的下跌跟2018年那次非常的类似 在周线上的一次比较大的洗盘 就跟这一次很像 当时那一次是什么 是bch的分叉 导致了加密货币市场大幅震荡 然后就一下子掉下去了 所以当时也是出现了巨大的量能 所以这一次呢 就跟那次特别的像 ftx爆雷 然后掉下去 掉下去之后呢 会否继续往下走 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虽然说它是一个雄旗 往下走的可能性呢 是比往上走的要大 但是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 因为现在清盘清得非常厉害 所以手上仍然有很多要做空的人 还有那么是否有那么多筹码 现在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不一定会往下破 现在不一定会往下破 我个人仍然是认为 往下破的几率是六成 往上走的几率是四成 现在这个 并没有改变 我个人认为这个概率 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 其他的山寨币呢 也是类似 基本上没有走的特别好的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olana Solana的 是走的相对来说是前前面 前二十的来说是相对比较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 现在就看这个Sol他的生态 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最强势的地方 他最为有利的地方就是Sol的生态系统 Sol有非常强大的生态系统 上面有非常多的项目 而且很多项目都是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项目 他不像以前EOS那些说税源上面有很多项目 但全是废项目 没有人用的项目 Sol上面有很多的项目 像StepN 就是比较成熟的项目 用户非常的多 玩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 光是StepN一家 就有好几万的用户 更不用提其他的这个是其他的项目了 其他项目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如果Sol这条链的开发者 就是Sol基金会 他们如果手上的现金不多 那就会成为未来几年Sol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 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继续开发这条链 那样的话迟早上面的生态会慢慢的离开 比方说StepN 如果他离开Sol 去把他的不管他怎么离开 如果他离开了Sol 就会对Sol的生态系统造成一个比较大的生育上的打击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Sol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Sol基金会手上的资金可能不多 据说他们传言 好像是他们Sol基金会自己说的 说他们现在手上的资金能够满足36个月的开发 也就是说大概两三年的开发 这两三年的资金应该说还是不少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不知道他们手上这个资金是这个美元还是Sol 如果是Sol的话就非常的麻烦 现在因为现在他在现在这个地方抛售呢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抛压 让Sol继续往下掉 如果现在不抛售 他手上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现金去支持他这个 这条链的继续的发展 那么一个比较坏的情况 就是Sol基金会手上的现金不多 要开始抛售Sol 如果他要抛售Sol的话 很有可能Sol就会去回到 5美元到8美元左右的区间 这是他们之前一个最重要的支撑位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雄奇的走势 大家要小心 如果比特币往下回调一大波 即使比特币没有创新低 很有可能Sol也会创新低 所以呢 最好的买入位置 是在接近8美元到5美元的地方 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仓位 而且没有抛售的话 还想加仓的话呢 就等待Sol回到5美元到8美元 现在在这个地方买入 并不是特别的好 有一些危险 除非是少量的买入可以 这是Sol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以太坊 以太坊的走势跟BTC非常的像 也是一个雄奇的走势 但是这个雄奇是否会下破 就看比特币 如果比特币不下破 以太坊估计也不会下破 以太坊有可能也会继续往上涨 好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unis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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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spop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心化交易所 正在出现信任的危机 就是很多用户都把这个都提现了 像我就提现了 放到我的冷钱包里面去最安全 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冷钱包最安全 所以现在正在产生一个轰轰烈烈的 这个bank run运动 就是轰轰烈烈的提币运动 也是轰轰烈烈的一个bank run的 这个东西 所谓bank run就是这个银行跑了 交易所跑了 所以受到挤兑 然后银行破产 就类似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就非常利于这个unispop 因为unispop是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你把它提到冷钱包以后 你要拿出去做交易 就可以去unispop 直接去换比特币 换这个以太坊 换什么都可以 反正这个 那uniswap 这个币呢 就代表着这个uniswap 他的这个平台 所以现在uniswap是往上涨了一小波 很多人就估计就把这个平台币给放弃 去买入这个uniswap 另外其他的一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很有可能也会受益 像这个Sushi 还有Curve Finance CRV 有可能也会受益 只不过呢 这些币种他们的市值还非常的小 所以他们要 估计有估计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然后还有一些去中心化的交钱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有一些去中心化的钱包呢 是长得比较厉害 之前在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群组是叫做 不是这个 是叫做什么东西来着 好像是glass node的那个 搜一下glass node 也不是glass node 之前是哪个地方说 我忘了 反正现在去中心化的钱包 非常的 走得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有一些币种 就是去中心化钱包的那些币种 最近走得不错 然后说明我们看一下这个glass node的最近这条消息 那就是 长期投资者 现在正在 处在一个比较大的抛压 比较 大的这个 经济上的压力 就是 像 我们这种长 长期投资者 就会发现这个 总资产的 美元价值正在不断的下降 现在是 长期投资者 他有现在有 百分之 -33的这个unrealized loss 也就是说呢 他们买入比特币的价格 是之前 在大概在 2万多美元买的 现在发现已经掉了33% 然后呢 这个他们就跟这个之前2018年这个熊市最低点那个地方比较 当时熊市的最低点unrealized loss是-36% 现在是接近-33% 已经非常接近2018年熊市的最低点 也就是说现在离熊市最低点很有可能已经非常的接近 但是可能还没玩 还没完 所以大家要做好拿好手上的资金 不要在最后的一刻把它给抛掉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抛在了熊市的最低点 也许在最近几天 或者是最近的几个星期还会有最后一次抛压 最后一次洗盘 所以大家拿好手上的这个筹码 好 现在周末已经到来 我们就祝大家在这个周末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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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